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耶稣复佛后的圣地还是肉身吗?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主国圣经》将休息 路加回应的第24章36-53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让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看见的是坟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仇访 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坟无骨无露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甘心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块烧鱼 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的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语 摩西顿律华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防止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十里复活 并且能要奉他的名 闯悔改设罪的道 从耶路撒人起 只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 领受从上团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里的对面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 回到耶路撒人 藏在殿里称颂神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仍然是在星一天 及一周中的第一天 耶稣在京城从这里复活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我们所知道的是 当妇女们在日出前后 到达坟墓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 妇女们没有在坟墓中 看到耶稣的身体 彼得走到了坟墓前 只看到了一个空坟墓 也证实了妇女们的说法 那么从上一词课当中 我们知道 耶稣确实在当天的某一个时间 曾经向彼得显现 那么路教福音关注的是 通往尼玛五十的路上 有两个人 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 那么我们通过路见如何地 提到他们就知道这一点了 但他们并不在这 十一个使徒之列 他们在去一玛五十的路上 不知不觉地与耶稣交谈 但直到他们和耶稣 坐下来吃饭之后 才认出汤来 那么在这之后 他们就立即去告诉了 十一个使徒 他们的所见所闻 那么这将我们带到了 第36节 但这两个人 似乎已经完成了 他们叙述的时候 耶稣本能站在了他们的中间 这一次 他们认出了 他们所看到的耶稣 然而他们就感到害怕 以为他们看到了一个缝 那么去责备门徒的反应是很容易的 但是要让我们记住几件事 首先 他们知道耶稣发生了什么事 他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们也可能为自己的生命而感到害怕 并且可能一直认为 法利塞人正在寻找他们 认为他们偷走了耶稣的身体 此外 除了耶稣的复活教导 他们从未见过 有人从实力复活了 门徒们被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吓坏了 并认为这是一个灵魂 这也不奇怪 路加只是在记录门徒们的想法 那么耶稣想要消除他们的恐惧 问他们为什么感到困扰 为什么 他们怀疑这真的是他 他向他们展示了他的手和脚 他让他们要摸他以查明 因为灵魂是无骨无肉的 那么我们从耶稣的陈述当中 就学到了两件事 一个是关于耶稣 一个是关于灵魂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并没有复活成 他的属灵的形式 而是他的肉体的形式 耶稣可以混淆他的外表 让其他人认不出他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是一个灵魂的 耶稣说他有骨有肉 意思是他的身体是有形的 灵魂是没有骨肉的 人死后 都有继续存在的灵魂 但不是物质的 他无法用我们当今的科技 比如MRI CD-scan等等 或者其他的设备来检测他的 这因为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不相信死后的生命 因为他们不相信灵魂 他们相信死亡是我们的终结 然而 经文证明它是存在的 我们父母后的灵 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它将具有新的性质 适合于天堂 因此不再是血肉之躯的 但我们将有一个身体 正如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耶稣在诺教福音 第二十四章当中 不是一个灵魂的体 他是在一个肉体当中 他们触摸了他 他们稀奇的 不敢相信的 之后耶稣当着他们的面 也吃了一些烤鱼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肉体需要食物的 而灵魂是不需要的 所以在向他们展示他的饥饿时候 他再次向他们展示 那是真的是他 而不是一些幻影或者幻象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第四十四节 当你只是单独地阅读 第四十四节时 似乎耶稣只是在发表声明 而当你在更广泛的背景 要去阅读他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 耶稣确实能在责备 他们因为他们的不幸 他将多次告诉他们 他将要死去 他说 会有谁来做这个事情 用什么方法做 甚至为什么要做 他还告诉他们 他要在第三天复活的 耶稣不仅告诉了 他们这些事情 还教导他们 旧约圣经中 已经谈到了这些事情 并且他要实现他们的 就像耶稣在本章前面 所做的那样 他提到了摩西律华和先知 这一次还添加了诗篇 来表明了这一点 摩西律华从创世纪到生命纪 谈到了米赛亚的死和复活 尽管大多数的时候 是隐晦的或间接的 先知们也谈到了米赛亚的死和复活 世边谈到了米赛亚的死和复活 门徒们有经文 他们有耶稣对那些经文的解释 但在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前 他们还不明白 记住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 所经常使用的一句话 即有耳可听的就让他听 我们以前读过 当耶稣谈到他的死和复活时 门徒们常常害怕 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他们不明白的原因 他们可能有耳朵可以听到 但是他们没有理解 因为他们可能害怕 问耶稣所说的意思 因此正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开启了他们的理解力 以便他们能够去理解经文 有些人认为 耶稣在这里是醒了一些神迹 除非耶稣醒了这神迹 否则门徒们将永远处困惑的状态 就让他们认为 今天的人类是这样子的 除非是神打开他们的心的 但是第46到49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 耶稣是如何开启他们的理解的 这不是通过神迹 而是通过教导他们 圣经对基督的死 埋葬和复活的内容 他从圣经当中教导他们 如何从耶路撒冷开始 向所有的国家去宣传 悔改和赦免罪的福音 旧人谈到了所有的这些主题 当我们看到路加在这本书的续集 也就是使徒情传的时候 门徒像我们一样 要去理解经文 及听懂上帝的话语 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上帝的奇迹 他只需要一颗愿意 听听上帝所说的话语的心 耶稣告诉他们 经文是怎么说的 并提醒他们 他们是所有的见证人 然后告诉他们 他会将父的应许传给他们 约翰福音和使徒情传 清楚地表明这就是圣灵 他们必须留在耶路撒冷 接受圣灵 圣灵将赐给他们从高处的能力 他们将被赋予的这种能力 将是我们在使徒情传第二章当中 见证的属灵暗赐 以及传福音的权柄 正如耶稣在路教福音 第21章14到15节中 所承诺的那样 圣灵会启发他们所说的话 使徒形状将准确地 告诉我们过了多少的时间 也就是40天 说完这些之后 他会带他们 一直到伯大里 也就是玛利亚和玛达居住的小镇 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是3公里的 在这里 耶稣与他们分开 并且被带到了天堂 在今天 他仍然在那里 以望王之王和望主之主的身份统治着 耶稣在这本书的 路教在这本书的结尾告诉我们 门徒们满心欢喜地回到了一路撒冷 继续在圣殿里敬拜耶稣 赞美和祝福上帝 路教并没有告诉我们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当我们开始学习 使徒形状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那么现在我们对路教福音的学习 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将在下一周回来 对路教福音进行一次总结 然后接下来回到旧约的圣经 我们将开始学习明书记 希望大家到此继续加入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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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